未爆杀腹之仇 美女在犯罪团伙精心培养下 成为一名杀手卧底到警局 然而越接近真相 曾经值得信任的人 变得深不可测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我的名字解开谜团 美女名叫尹志友 父亲是黑帮成员 最近不知犯了什么事躲起来 导致现在警察一直在监视他 学校里的同学嘲笑他 身份不正经 还险些被老师劝退 在学校里不受待见的志友 气得丢掉名牌回家 路上不忘一脚踹烂警车的后视镜 发泄一番 回到家里看到门口的礼物 知道是爸爸托人送来的 今天因为他的身份而遭殃 只有一气之下 踢开礼物进屋 一人默默流泪吃着泡面 今天是他的生日 父亲打了电话 女儿把满肚子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还说都是因为他 成天不知道去哪里了 就当他死了好了 一语成谈 当爸的知道女儿受苦了 冒着危险偷偷跑回家 就在开门锁时被人开枪击倒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危险 憋着一口气挺起身子 最后 他的尸体死死挡住门把手 杀手扬长而去 志友听到枪声 费力打开门查看 发现倒在血泊中的父亲 从此他成了孤儿 葬礼上前来调研的是 组织老大崔武真 志友问为什么自己的父亲被杀 崔武真让他解哀 没有回答问题 志友父亲的案子 没有抓到凶手就结案了 他气愤地来到警局 质问为什么会这样 警察说 你父亲躲得好好的 要不是因为打电话和你联系 怎么会被人发现 这回答让志友崩溃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爸爸 于是他找到崔武真 希望对方能帮忙找到凶手 自己要亲手杀了犯人 崔武真听了小女孩的豪言壮语 掏出一把匕首 让他刺过来 志友吓得浑身发抖 毕竟杀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当晚 一个奇怪的男人鬼鬼祟祟在屋外 接着敲门 顺着猫眼往里面看 吓得独自在家的志友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他急忙去找一把刀防身 鼓起勇气准备冲出去一战 没想到人已经离开 之后他印了传单 穿街走向发给所有人 他拿出攒下的500万 重金悬赏凶手线索 一天有人打了电话说知道凶手 志友拿着钱和一把小刀去会面 没想到对方只是骗钱的混混 看到她是个小女孩 还动起了色心 弱女子怎么能是对手 一番挣扎之后 志友还是被绑了起来 正要被带走 关键时刻 崔武镇出现 她解决了小混混 原来她一直躲在暗处观察志友的行动 看着小姑娘非常优血性 决定将其带回组织的培训基地 这里全是一群操汉 光着上身 一点不懂 怜向细域 看到唯一的女孩 嘲笑她弱不禁风的样子 时不时还调戏 但志友毫不退缩 被人抢了训练的沙袋 那就找其他器材 白天还要上学 那就晚上拼了命的训练 崔武镇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过来给志友开小招 传授格斗技巧 还有一句口号 那就是别总想着赢 而是要想如何取对方性命 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之下 志友的战斗力突飞猛进 组织为了选拔人才 进行了一场比赛 只有冠军才有进入社团的资格 志友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和一个叫都江才的男人进行决赛 凭借更加灵巧的技术 成功将对方祭祷 顺利进入崔武镇的组织 都江才心怀不满 不甘被一个女人打败 在志友喝的水里下药 叫做一个好色之徒去欺负他 昏昏沉沉的志友拼死抵抗 混乱中还打碎了父亲的骨灰坛 危机关头 他抓起一个碎片 朝着对方扎过去 才免受其害 崔武镇得知了这一消息 非常反感这种陷害同盟的行为 一刀将都江才的脸毁容 并赶出组织 崔武镇的手下泰州劝志友离开 说这里不适合他 但此时的志友 更加坚定了报仇的心 崔武镇给他拿出一把警察专用的枪 表示这是杀害他父亲的凶器 为了调查真相 志友被安排进警局当卧底 崔武镇在组织内 宣称志友被都江才杀掉 经过三年的准备 志友顺利进入重案组 成为一名刑警 执行一项任务时 没想到还遇上了面粉交易 志友也顾不上那么多 为了抓捕通缉犯直接冲进去 现场还有一名基督组的 卧底警察必到 因为目标是同一个人 所以双方争执起来 最后还是领导一通电话才收尾 经过几年的发展 崔武镇的面粉事业也是日渐壮大 志友准备申请调进基督组 没想到在这里 碰到之前疯狂敲门的男人 他竟然是基督组的车组长 当晚志友就和崔武镇汇报 确认杀父仇人是车组长 崔武镇表示支持 他说当年就在那个仓库旁 志友的父亲救了他一命 如果需要帮忙一定会协助 第二天 车组长安排志友和毕道搭档 因为之前有过争执 所以毕道故意安排困难的任务 让志友先去打探情况 没想到志友杀伤力惊人 一路撂倒所有杀手 直倒护学 毕道赶到现场 不得不对志友刮目相看 他还拆穿面粉贩子小胡子的计谋 从一旁瓶子里 找到藏起来的新式面粉 压犯人回去的路上 毕道不好意思地开口提醒 没穿防暖衣的话 还是要小心点 审讯室里 小胡子打死也不说 瓶子里新面粉的来历 因为他十分害怕幕后大佬 只说这个人心狠手辣 不敢得罪 没过多久 基督组又将目标 放在崔武镇身上 经过几天的侦查 锁定了对方行踪 在一艘制造面粉的船上 抓捕当天 志友也选择参与其中 警方出动人力 遇到带人先进入船内 却遭遇袭击 执法记录仪还被砸坏 不过他看到崔武镇的身影 立马冲上去 不知从哪来的枪声 把发电机打坏 眼前一黑 失去了崔武镇的行踪 紧跟着现场一片混乱 崔武镇趁机跳船逃跑 之后警方清理现场时 发现一把警用手枪 车组长看到这把枪 脸色瞬间凝固 在一旁的志友 狠狠地盯着他 是志友故意把杀害父亲的枪 放在这里了 逃出升天的崔武镇 十分气愤 面粉船行踪的暴露 使得他开始怀疑组织内部出现内奸 随即便让泰州进行调查 但对方挑拨说 是志友没有提前通报 回到警局以后 车组长检查了所有人的配枪 想知道当时开枪的人 他认为警队有卧底 但毫无收获 他将现场的枪送去修复检验 志友在警局发现 崔武镇的关系网上 有自己的父亲 问必到知道些什么 对方说还不了解 晚上同事们聚餐聊天 说起之前 车组长有个搭档 在执行嫉妒任务时牺牲 志友没有太在意 借口提前裂开 给崔武镇打电话解释 说警察在组织有卧底 安装了摄像头 所以知道了行踪 船上的枪是自己开的 用的是杀死父亲的那把 索性留在现场 想看一看车组长的反应 崔武镇根据志友的提示 拆掉了监控 另一边 时隔五年的都江才再次出现 他有备而来 带着一路人刺杀 来到组织的训练基地报仇 抓住泰州 并废了对方的一条胳膊 在地上用鲜血写下了 我回来了 同时也做起了面粉生意 警方接到通知 派出人员去调查 志友到达现场 第一句话就是 问崔武镇死了吗 毕道说 没发现他在这里 崔武镇这边 得知训练基地遇袭 命令手下 不要给警方提供 都江才的线索 愤怒的他 打算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车组长带着毕道 来到组织葬礼现场 毕道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对方 其实那是志友为了确认 崔武镇的情况 冒险来到葬礼场 车组长对崔武镇放出狠话 会想方设法抓住他 双方互喷后离开 回到警局 大家得到一个新的线索 在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里 发现可疑人物 志友拿过来一看 这不就是那个混蛋 都江才 车组长知道崔武镇的脾气 一定会为成员报仇 准备利用这个人抓崔武镇 随后警察通过调查发现 小胡子的上家是都江才 于是将其放走 列次引出崔武镇 但是崔武镇却迟迟没有行动 原来是志友找机会通知了对方 车组长发觉事情被泄露 警觉地看向志友 然后公布一个消息 说崔武镇那边有人反水 自己一定要去见 志友听完偷偷跟踪 其实这些都是 车组长设下的陷阱 他准备找出警局中的内鬼 叫必到抓住跟过来的人 志友敏捷地摆脱追捕 并趁机看到那个叛徒是泰州 立马向崔武镇报告 车组长暗中观察这一切 看到那个陶祖的身影 已经开始怀疑志友是卧底了 崔武镇听说泰州是叛徒以后 心里开始防备起来 其实泰州也是被骗过去的 他收到一个字条 说有都江才的消息 这都是车组长设的局 好让崔武镇对手下起疑心 志友被安排到检验科拿枪支报告 得知这把枪 曾是基督组警察宋俊兽的 他被组织杀死 志友懵了 他找到崔武镇说出疑惑 对方说应该是车组长 意识到志友身份可疑 为了抓自己而编的谎话 现在只要找到都江才 就能转移对他的怀疑 回到警局 同事告诉志友 经过检测 小胡子的面粉和都江才一样 于是志友和毕道前去跟踪 果不其然 在废车厂看到两人的交易现场 躲在暗处的警察 望着对面的一举一动 突然一伙持刀暴徒冲了过来 面对一群人的突袭 志友他们寡不提众 被人料到 都江才认出志友 更是变态地将一把小刀 慢慢地刺进他的大腿 同时 都江才还安排小弟刺杀崔武镇 但他知道对方不是好对付的 打电话过去 说志友在自己手上 让他过来收拾 接着就把两个警察放进车里 都江才启动压车机器 笑着说再见 带着小弟们走了 眼看机器压得越来越低 崔武镇赶到将机器撞坏 里面的两人逃过一劫 碍于还有必到载 不能多说话 崔武镇先行离开 警察也正好赶来 志友在医院待了一阵 泰州找出都江才的手下 严刑拷问 想知道其下落 但是对方很忠诚 到此也没有透露 崔武镇觉得志友会有危险 安排律师去处理警局那边的关系 但是志友不想离开 他还没有报仇 车组长发现了 飞车厂那边有崔武镇的车 更加怀疑志友的身份 就开始监听他的电话 志友恢复后回到警局 经碰见当年处理自己 父亲案件的警察 对方被车组长带进去 询问志友的情况 不知为何 那个警察没有供出任何消息 晚上警察和崔武镇见面 原来警察早就被收买 为了不节外生枝 崔武镇直接把那个警察灭口 都江才这边意识到逃不掉了 主动跟车组长联系 提出会引来崔武镇 作为交换警方事后 要帮助自己跑路 得到肯定答复 都江才把自己当成诱饵 通知崔武镇来到一处工地 很快对方带着一群手下前来 警方这边也在一旁做好了准备 都江才带着弟兄们和对面的人拼杀 他和崔武镇单挑 狡猾的他掏出一个匕首 偷袭对方数十刀 车组长则耐着性子 他要坐收渔翁之力 看到崔武镇只剩一格血 刚准备上去收人头 志友突然出现 保护着崔武镇先行离开 都江才开始嘲讽志友 揭开过去的伤疤 面对这个曾经对自己下狠手的恶魔 志友怒从中来 直接一枪崩了对方 而先前逃跑的崔武镇 被底下的车组长发现 追了上来 多亏泰州及时开车赶到 将老大救走 带到一处寺庙 这里的人跟崔武镇是旧相时 所以对其进行了医治 此次的行动告一断了 都江才被射杀 崔武镇还是逃走了 只有因为第一次杀人 内心煎熬 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痛苦 可是如果决定报仇 那么这样的苦痛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 毕道过来看望志友 他来到房间内 看到空荡荡的屋子和一个骨灰坛 两人聊了起来 志友给他展示了手臂上的伤疤 这晚毕道看到了志友不为人知的一面 知道了都江才的恶行 十分心疼志友 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 过了几天 志友收到都江才之前准备的一个信件 里面是一张警队的照片 穿着警服的父亲就出现在上面 名牌写着 宋俊兽 让他震惊到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崔武镇打了电话要求见一面 志友拿着照片 问崔武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方说 宋俊兽就是志友的父亲 当年是警方 安插在组织的卧底 没想到自己和这个人志趣相投 两个人成了兄弟 宋俊兽也投靠了组织 车组长不能忍受这样的行为 派人杀了叛徒 听到这一切志友气的要去找车组长 而崔武镇安排了泰州先去解决 他仿佛担心什么事情败露 另一边 车组长对于最近连连失利非常不满 戒酒消愁 逼到将领导背回家后离开 埋伏在屋内的泰州发起袭击 多年的老警官虽然喝醉 但是职业本能让他及时反击 和泰州四打一番 争斗中 车组长被连筒束刀 对方身受重伤离开了现场 没一会儿 志友来到车组长家 却看到门口全是血 谨慎地进屋 车组长以为刚才的杀手回来 菲利抓起一把枪射击 没想到打中的人是志友 对方质问他为什么杀了父亲 车组长终于明白眼前的人 是宋俊兽的女儿 还剩一口气的他 交给志友一个信封和背包 然后倒下 走到不远处的壁道 听到枪声赶忙回来查看 志友听到门口有人来的声音 跳窗而逃 壁道进屋 将受伤的车组长赶紧送往医院救治 志友跑回自己车上 打开哪个背包 发现一张父亲在组织里的合照 画面转回当年 崔武正在宋俊兽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个箱子 里面是一台打字机 藏着一些残存的文件 是组织的行动情报记录 于是他派人做掉了宋俊兽 并对志友撒谎是警方的错 所有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志友继续翻看着背包里的资料 发现上面最后一个情报的日期 就是父亲被杀的前一天 还有各种在组织的行动 这才明白 自己的父亲是真警察 卧底在组织里 他错怪了车组长 而父亲留下了一封信 因为知道自己早晚会牺牲 所以提前放在车组长那里 等日后交给他 看着信中满是对女儿的歉意和爱惜 志友泣不成声 发觉一直被崔武正欺骗利用 还差点误杀好人 这几年一直被杀父仇人培养成杀手 助纣为虐 痛恨自己的愚蠢 志友看着镜子 拿着车上的点烟器 对着身上代表组织的纹身 狠狠地按下去 脸上带着恨意 这一举动代表着 他与组织一刀两断 逼到联系志友说 车组长在医院抢救 他立马赶过去 庆幸车组长还没有死 回到家清理自己的伤口 已经知道真相的志友 现在脑子里 就是要置崔武正于死地 警方这边 将杜江财的死定罪于崔武正 对其进行通缉 泰州得知消息以后 打电话告诉崔武正 志友已经知道了真相 必须杀了他 但是崔武正并没有下令 泰州私自将志友挟持 毕竟是师出同门 两人你一拳我一脚 有来有回 泰州看情势不妙 便开启心理战术 嘲讽对方被利用还不知情 志友直接被激怒 抽出一把小刀 看穿对方接下来的动作以后 找准机会 挑断手筋脚筋 最后一刀封后 另一边 崔武正主动来到警局 他被带进审讯室 毕道问他有什么目的 崔武正面不改思地说 因为受到了嫌疑 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主动过来解释一下 这时志友听说 崔武正在警局 也赶了过来 此刻 他的内心有一个计划 为了亲自首任 杀父仇人 他帮崔武正撒谎 这让对方觉得 还没有被背叛 再加上对方律师的辩护 崔武正洗脱罪名 从警局离开 毕道面对行为异常的志友 十分不解 之后同事将一份资料 递给他 是之前监听志友的通话记录 发现志友是卧底在警方的人 并且他已经将郑无带走 毕道立刻去追 但为时一晚 他气愤地垂墙 再次前往车组长家里调查 发现一张目的缴费单 决定去那里找志友 过来看到在坟前祭奠的同伴 将他抓捕回警局 基督组的人知道 他是卧底 气得都想掐死他 崔武正知道志友被抓 派律师去解决 以保外就医的理由 带到医院 志友用医院里的镊子 给自己解绑 车组长恢复意识 醒了过来 将一切告诉毕道 得知真相的他明白 志友是想亲自去复仇 于是赶忙过去阻拦 崔武正这边 发现了泰州的尸体 心情十分低落 知道了一切都是志友干的 又接到他逃走的消息 立马派人前去 抓回来 毕道和志友 遇到了崔武正派来的杀手 两人合力打倒一众人后 逃至一处海边木屋 在经历了生死截难后 他们依偎在一起互诉中场 志友感受到久违的关怀 当晚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关系 得知手下没有成功抓回人 崔武正痛苦地开始摔东西发泄 再次感受到背叛 他回忆起曾经和宋俊兽的往事 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却在某天发现对方卧底的身份 内心被愤怒冲昏了头 用枪杀死了昔日好友 现在 志友竟然也选择离他而去 至于看中江湖道义的崔武正 无法忍受信任之人的背叛 要亲自和志友面对面解决 第二天查到志友的行踪 他骑着摩托车举枪进行追击 却意外射杀了旁边的毕道后离开 志友眼睁睁看着心暗的人死在面前 这是除了父亲之外 第二个爱自己的男人 刚有了依靠的他 瞬间被激怒 拿起毕道口袋里的枪 追了过去 崔武正则回到组织总部的办公室静待 志友一路杀敌 毫不手软 虽中了几刀 但也丝毫不影响他的战斗力 在顶楼的电梯外 组织成员准备围攻 电梯门一开 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 原来志友掉在顶棚 给成员来了个回马枪 接着就是一阵腥风血雨 最后拿着枪来到崔武正面前 他将房间门锁上 要和对方做个了断 进来问为什么骗自己 本来举枪的崔武正 此刻却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他说 之前就告诉过志友 动手前不能犹豫 志友看到地上父亲和崔武正的合照 重新燃起斗志 两人挥刀开战 但毕竟是崔武正交出来的人 一朝一世都被对方看穿 志友处于下风 这个时候经典的反派死于话多的场面上线 看着倒在地上的志友 崔武正质问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他最看不得背信弃义的人了 一直都对兄弟们很好 说完崔武正打算一枪杀了志友 没想到枪里没有子弹 志友趁机将一把刀刺进对方心脏 杀父之仇得以报之 一切终于画上据点 他一个人恋恋腔腔地走出来 看着街道上的风景 警车也在不久后到场 他来到墓地祭奠父亲 回忆和必到在一起时的温馨 这是一部女主复仇成功的故事 演员整体的水平都很出色 实打实地打戏看点十足 女主为此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清秀的外表下是一颗如同虎豹般的野心 当得知真相后又是在崩溃的边缘挣扎 崔武正这个角色有点意思 他算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有着自己的处事哲学 面对最后志友的背叛 内心也是挣扎过 他有想过挽回自己培养的手下 但女主已经觉醒 不甘受人摆布 和必到的感情线 也算是拯救了女主内心 崔武正可能也意识无法改变的事实 最后死在女主手里 像是一种从给自己设定的情义里 解脱出来算得上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剧情如果稀究起来 细节漏洞较多 不过连贯性还是不错的 作为一部网飞出品的电视剧 暴蝶抓得住人心 值得一看